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板址方面是收报1622点 大涨3.5% 与此同时上市50是涨1.88% 收报在2877点左右 看到两市成交是放量到5816亿左右 上个礼拜还是在4300亿左右的一个情况 港资今天也是久违的大幅的净流入85亿 旁边上来看A股串商跟科技股是领先上涨的 计算机板块主要是国产软件 涨幅 居钱 此外通信5G 传媒手游跟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也是领涨的 那么领别的板块主要有龙鳞牧鱼 猪肉以及黄金板块 那么今天的旁边表现就非常明显了 过往避险情绪高的时候 大家喜欢买猪肉股跟黄金股 那么今天涨的全部都是对应的风险偏好比较高 高β的一些板块 那么说明了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个黄这个情绪是比较这个高涨的 那么下面呢就来分析一下今天这个盘面呢 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市场情绪今天高涨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的表现呢 跟这个政策的推动相关性非常高 那么政策推动方面呢 这个在过去的周末里面呢 首先是针对货币市场啊 有一个LRP的一个新增落地 也就是呢所谓的这个银行贷款的一个这个利率 利率水平 那么以往呢是两轨 这个利率两轨 那么这个新增出来呢是两轨并一轨 那么作用呢就是为了要降低实体经济的一个融资成本 而去刺激这个融资的一个需求 那么市场呢冲紧后面呢 这个货币信贷在这个变相降息的一个利好之下呢 能够出现一个回暖啊 利好这个市场情绪 那么第二个呢是更为直接的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券商两融新震呢 在今天第一天呢 这个融资标的啊 扩融呢是正式啊 这个生效 那么多出来了几百只这个中小市值的这个个股呢 是迎来了啊两融这个融资盘的一个买盘啊 那么也是利好这个成交 第三个呢就是外媒报导呢 华为的一个禁令啊 暂缓期呢将会在延长九十天 那么这个消息影响之下呢 今天这个市场啊也是科技股啊 这个涨幅比较靠前 那么当然啊这个还要等这个今晚啊 美国方面呢有一个正一步 进一步的一个确实确认啊 那么所以呢这里面啊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的 那么第四点呢 这里没写 实际上呢就是过去的周末啊 同样的这个国务院中央办呢 是发了一个啊 关于推进这个深圳啊 这个啊 经济特区啊 建设这个先行示范区 这样的一些这个指导文件啊 那么这呢是大大的刺激了 今天盘面上一些啊中小市值啊 盘面上的一些这个深圳这个地区啊 概念股的一个啊上涨也是衬托起了这个整个气氛 所以呢周末这个消息来看呢还是利好偏多的哈 那么呃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面两个要注意的哈 八月份呢呃 MSI纳入A股啊 这个提振啊 那么有可能今天这一些外资流入呢 一部分也是呃提前呢 为这个纳A炒这个纳A做准备 但是呢呃 未来这个被动增量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呃 这个月底啊 这个被动增资金量呢 还是相对来说呢 比较有限的啊 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个风险 就科技白马股呢 经最近是连日暴涨啊 那么也是不断的在积累这个风险啊 那么大家呢要吸取啊 在啊 18年的时候呢 这个年初啊 那一阵子的一个连涨之后的一个暴跌 因为呢现在这个大的一个红光经济面呢 还是比较疲软啊 容易出现啊 不及预期的一个立弹 那么从今天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呢 情绪都非常好了 111次个股呢 是涨停啊 基本上呢 赚钱效应都是非常好的啊 那么啊 跌停的只有四个个股啊 那么啊 两次这个下跌的啊 这个数量的加起来呢 200200个这个股票都不到啊 大部分都是上涨的 随便买一买呢 都是啊 今天有这个赚钱的一个效应 好 那么说这个板块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先来说一下 这个对明天展望 那么户指呢 明天如果能够继续上涨的话呢 我觉得要 这个成交呢 要配合的非常好 要不然呢 2900点那个位置上呢 有很强的阻力 另外呢 看到这个穿越板指呢 尽管今天大涨呢 但是技术层面来看 MACD呢 有一个顶背离的一个迹象 所以呢 明天这个量啊 是需要这个着重关注的 那么今天呢 异动板块呢 券仓指数啊 两融新规这个扩容实施日呢 由950只原有可 这个进行融资融券标定呢 是一下子扩大到1600只 那么账比这个市值呢 有70%到80% 那么中性认券呢 据它的一个中性 中性的一个预计啊 就是说啊 这一次扩容呢 将增加两融约2000亿到3000亿元 换句话说呢 有可能将现行的啊 现在的一个存量两融呢 在8000亿左右 一下子又推回1万亿左右 那对于市场来说呢 是利好情绪的一种利好政策 那么从上个礼拜呢 出台的几个利好政策 这个券商两融 这个松绑的政策来看呢 实际上打的是一套组合拳 那么有利于两融松绑 但是呢 松绑的同时啊 对于一些个别条件呢 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说呢 这个融资这个杠杆的一个倍数限制呢 仍然没有放开 比如说呢 转融的一个费率啊 仍然是比较高 再比如说呢 一些券商的封控要求指标呢 还是比较严格 所以呢 从这些来看 松绑呢 还是渐进性的 有所保留的 但是呢 今天是这个 上面的利小因素呢 涨多数 那么今天呢 这个很多证券股啊 涨幅都靠前 包括呢 上个礼拜四的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股节目里面呢 这个推荐过的中信啊 证券呢 给大家这个介绍过的这个个股呢 在今天啊 也是涨了这个百分之八点四四 整体板块呢 是带动了今天这个市场 这个焦头呢 是快速回升 那么第二个板块呢 要说一下这个内银股啊 内银股呢 是过去的周末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落地 也就是呢 关于这个银行啊 贷款呢 这个利率啊 啊 市场化呢 进一步啊 这个往上的一个新增啊 叫LRP这个新增落地 啊 那么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首先呢 这个啊 LPR是ALPR啊 这个Long Prime Ray啊 啊 这个的是一个 它的一个公式呢 是由啊 中期借款便利 MF呢 加上这个18家银行呢 啊 爆出来的一个这个利息差啊 的一个均值啊 那么这一块呢 就结合了货币这个市场的一个成本呢 加上这个银行间啊 信用借贷的一个成本啊 那么令到呢 两轨并一轨 并且呢 这个MF呢 是由这个央行的主导啊 控制的 所以呢 后面啊 有利于央行呢 是灵活的去调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啊 借款的一个成本啊 那么另外呢 就加了新增了五年期的一个啊 啊 LPR的一个利率啊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一些中长期啊 房地产贷款啊 作为这个参考的啊 那么啊 从这个长短期来比的话呢 这个中期的一个啊 五年期啊 的一个利率呢 并不要说大幅下行啊 那么有助于引导啊 这个房地产安接市场的平稳平稳运行 那么另外的报价范围要再说到啊 银行呢 是扩大到18家的一个报价取这个均值 那预渡月度更新的话呢 是啊 在每个月二十号的时候呢 这个LPR呢 会公布出来啊 所以过几天呢 这样的一个利率呢 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好 那么呃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最终的还是为了说 让到货币市场的一个利率啊 对啊 贷款利率呢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作用 以及呢 最终达到降低实体经济啊 融资水平的一个目的 那么过程中呢 实际上变向要有这个银行啊 让利啊 那么银行呢 带出去的成的一个收益率呢 未来会下降啊 那么这个意味着 未来银行的一个进息差呢 将会这个缩窄啊 影响它的一个盈利能力 好 那么在此这个影响之下呢 这个实际上今天这个啊 银行股呢 是表现的是比较这个啊 疲软的啊 是领跌的 那么这里面呢 呃 大小呢 又大小银行又容易出现这个分化啊 但是呢 呃 今天为什么这个小银行反倒在涨呢 我觉得呢 应该是这个这样的一些利弹 利弹的一些影响呢 实际上市场呢 早期已经有这个啊 这个预计到了啊 那么等于说呢 有一点点的啊 这个利弹啊 出镜 所以呢 今天反倒的出现了一个呃 跟预期中呢 不大一样的表现 但整体来看呢 这个板块还是比较这个皮弱一点的 好 那么这个上面提到个股呢 还没有吃哦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